大家好,我是松宣将的宣将,今天讲一部美国悬疑惊悚电影《长崖》,喜欢看原片的小伙伴可以加公众号,照例还是回复电影名字,就可以下载观看了。 大柱和小胖成立了一个小公司,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网上直播,给大家讲段子,或者是编辑视频放到网站上,美国把这种工作者叫做播客,我们国内叫做主播,或者叫做段子手,或者是UP主,现在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但是人家大柱敬业,想要火光靠勤劳是不够的,他就发现,你们最喜欢的节目是看那种既真实又新鲜的世界。 只要节目符合这一观点,那就闭火无疑,可是类似被野荒野求生那样的,倒是符合要求,可他没那本事啊,于是大柱呢,到处收集真人真事,用来充实自己的节目。 一个二手电脑上的一段小视频,引起了大柱的注意,那是一个加拿大小伙子现场练剑,结果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腿给砍了下来。 这段视频传到网上后非常火爆,大柱立刻就想来个跟进,利用这个视频做做文章,于是呢,他联系了那个断腿的小伙子,并且得到了对方的同意。 于是他飞到加拿大进行采访,然而当他到达之后却得知,小伙子受不了断腿的刺激,就在前一天自杀了。 大柱很沮丧,来回机票不少钱呢,看来全都是白瞎了,像他那样具有职业精神的人,到哪儿都想找出点新发现。 就在大柱上厕所的时候,被墙上贴着的一个小广告吸引了,广告大意是,我是一名海员,我一生经历过无数难忘的经历,如果有倾听者,我愿意把这些奇怪的经历全告诉他。 大柱欣喜若狂,从这儿还弄点意外收获,也算作是一种弥补吧。 于是大柱沿着广告上留下的地址开车,找到了那个地方,这是郊区的一所大别墅,周围都没有人家。 大柱找到了发广告的这个老头老约翰,开始两个人谈得还不错,约翰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,大柱一边喝着饮料,一边听约翰聊自己的人生经历,结果他越听越使心惊,老约翰小的时候父母全被人杀死了,怕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。 在那里,他受尽了略带,于是对人类产生了恨念,他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低等的生物,而海象才是最高贵的生物。 这给大柱听得一愣一愣的,这从何而谈呢?从哪论也轮不到海象那儿啊? 老约翰继续讲,他15岁的时候从孤儿院里逃跑了,然后流落到一艘船上做厨师,另是一艘补金船,船长为了谋取暴力,专门在世界各地最危险的地方出没。 结果有一次,船沉了,约翰的所有同伴全部死亡,在黑悠悠的深海里,只剩下小约翰一个人,寒冷,孤独,恐惧充斥着他的内心,他快要崩溃了。 就在这时,他身边突然多了一个黏糊糊光滑的软体动物,是一只巨大的海象,海象并没有攻击他,而是把他救到一个小岛上,并且用那具肥胖的身体帮他取暖。 约翰得救了,从此他把海象当成了信仰,并且终身未变。 这么精彩的故事按说足够吸引人了吧,可是大柱听着听着去睡着了,他从椅子上滑落在地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等他醒过来之后,发现老约翰正坐在对面,于是,他就向对方询问,为什么感觉自己的腿部和平常有底儿不一样? 约翰告诉他,他刚刚在谈话的时候,被毒蜘蛛咬了一口,所以晕了,已经找大夫帮着处理了。 过几天就正常,忽然一股凉意涌上了大柱的心头,他急忙扯下被单,天哪,自己的左腿已经不见了。 大柱吓得没蹦起来,他惊呼道,快帮我送进医院,我要见大夫。 可是,老约翰的眼中忽然变得阴郁起来说道,为什么非要做低俗的人类呢? 我想,做一只海象,才是你的归宿。 大柱吓得哇的就是一声惊叫,可他叫了一声就停下了,因为他看到,老约翰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,他根本就不是残废,自己已经掉进了虎口之中。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老约翰每天都对大柱进行改造,就在双腿都剧断的那一天,大柱打通了远在美国女友的电话,做了电话留言。 而女友此时正忙着和小胖做那个啥,所以呢,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留言消息,紧接着,就再没有机会了。 因为大柱的双手被改造成了海象的前肢,舌头被割掉后,在口腔里安装了两只长牙,后腿锯断的部分装上了一条尾棋。 最后,约翰把一整块海象皮泡在了大柱的身体外面,寻心的海象人诞生了。 大柱在嘶吼,在嚎叫,眼中充满了怨恨,可是他无能为力。 瘦大的身躯笨拙而沉重,老约翰开始喂给他吃鱼,每天都把他拖到水里, 让他适应水中的生活。 大柱在潜水的时候发现,水之底部全是和自己类似的海象尸骨。 他忽然意识到,这个残忍的老头,已经把很多人类改造成海象了,变不成海象,就会死亡。 大柱绝望了。 这时候他的女友和好朋友小胖,终于看到了他的电话留言, 连忙飞到加拿大,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。 可就当他们赶到别墅进行救援的时候,令人震惊的一幕, 发生了。 一个肥大的海象把一个老头压在身下,用那两只尖锐的獠牙正一下又一下地穿刺着老头的心脏。 女友忽然叫了起来,大柱,是你吗? 海象停了下来,这一刻,害怕,羞愧,焦虑等等情绪,全都写在他的脸上。 忽然他低下了头,眼中有一串泪水流了出来。 原来,当大柱完全适应了海象的生活后,老约翰竟然主动脱光了衣服,让大柱杀死自己。 因为当年在那个小岛上,约翰为了生存,杀死了那只救了自己性命的海象,并吃光了他的肉。 这才等到救援队前来。 在约翰的回忆中,自己是打不过那只海象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海象宁可选择让自己杀死,也不还击。 这也成为牵绊约翰一生的心灵创伤,他要用自己来还债。 于是,他把健全的男人抓来改造成海象,可这些人的生命力都不够旺盛。 在大柱之前,已经有23人死于改造贵完全之中,大柱却奇迹般地适应了海象的生活。 老约翰成功地用自己身体做了献祭,偿还了当年的宿债。 大柱被女友带回了美国,放到了一个水族馆中饲养。 每当有空闲的时间,女友和小胖都会带着新鲜的活鱼来看望他。 小胖从未把海象人的视频放到网上,虽然那么做,可以带来大量的点击。 女友和小胖还是为他保留下来了一丝人类的尊严。 本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千万不要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地方乱闯。 大柱的工作热情还是值得学习的。 如果小伙伴们哪天发现松轩家不发视频了,那可是要报警啊。 也许,别乱猜哈,咱们家不做事是爆料。 电影解说永不为奴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仙将,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。 公众号上还会有本期文案,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请扫码加入,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和人生感悟。